另外来看到参区的部分 参区立委好 选人林依林最后教区记者会 提出品种提供的两招压批 一招是孙团车在大纳顶下区 选人孙团的卫兵 另外一招是孙团车在大博米 替蔡英文和丹明文孙团公共的卫兵 林依林这期对手提供 用大纳顶公司的公布车打孙团 对处丹明文总部侯又选民 既转欧龙博料到欧义博 修村两招压批 三户里为好参医林林依林共町 这是大纳顶公司的参区车 并只控队手丹明文 公车输用 这支队手提供用大纳顶公司的车 进行参区参区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推证 有时的路线好参医 刹英文 林依林共町 国民党改军当部在完蛋冬天 既行既家会批评 立法委员 批评法办法 算贪车竟然没车白 所以丹明文总部会议 车流是这次车的先提供 理智慧后记者会 丹丹林担对两担压批 由这支丹明文公车输用 丹明文到底有多少的公车实用 我希望他一次出来讲清楚 如果他没有坦白讲清楚 那余龙一定会追究到底 阿文的这些算贪车 基本上都是一些热心的人数来提供 虽然当时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坏没坏 当有人去检计后 我们才知道没坏了 现在我们已经把坏车都保护了 所以我们现在上路的 有坏才有上路 没坏我们现在都停起来 我们想还是应该要守规矩好 面对对手的这期 丹明文台都轻松 真面会议 刚才共调众部的三团车 都已经有车牌之外 当时丹丹比击控公车输用 但面文总部一行众感受 红真如共调 丹丹林担击控的三季战车 是输人输友 也曾经提供大约典公司 社区算得输用 面对竹丹对手用 的各道菜的方式来拔欧 感觉很危险 也好给对手回归嘉宾理想的三季风险 停止乌龙爆料 谢谢孔雕红 明镜新港 彩虹博德